18岁,我考上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,不是985,也不是211,这让从小就是好学生的我实在难以接受,原来就在高考前两天,我因为熬夜复习,不小心着凉了,高考是我甚至烧到了39度,脑子里就像灌了水泥,考的什么内容都不记得,这直接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,看着比自己学习差很多的同学都考上了不错的院校,我的心里止不住的难受, 我暗自发誓,到了大学一定继续努力学习,考到理想的学校去读研究生,但是到了大学,我却突然变得迷茫了,因为我的三个室友都不爱学习,只要回到宿舍,他们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,有时候甚至能玩一个通宵,然后就在宿舍睡觉,也不去上课,说真的,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游戏上,一天早上,我看室友们都赖在床上,便喊他们起床去上课, 兄弟们一起去上课吧,马上要迟到了,我太快乐不去了,你帮我打个道普就行了,上什么上,今天不是选秀课吗,又不会影响毕业,不去不去,他们都不去,那我也不去了,还是睡觉香啊,梦里啥都有,没办法,我只能自己去上课,等我下课回到宿舍,他们又坐在电脑前打游戏, 我说锦条啊,你不用每天那么刻苦学习了,都已经来这种学校了,还学个忙啊,混个毕业征术,再随便找个办上上就行了,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们一起打游戏吧,我们一起开黑,算了,我也不会打游戏,明天我还要去图书馆看书呢,我去洗书了,你们玩吧,说完我就去了卫生间,可等我洗书完回宿舍,刚准备开门,却听见屋内摄友们在讨论我,听见了吗,人家锦条说我明天还要去图书馆看书呢, 不跟我们这种差上一起玩游戏,呵呵,他也太会装了,在我们面前假用功,真以为自己是学霸吗,他要是成绩好就不会来这个学校了,就是就是,他一点都不合群,每天看他装用功,真是烦死人了,在屋外听到这些话的我,难道我在他们心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吗,我在外面扎了一会儿,我知道这不怪他们,在这个环境里,我确实显得格格不入,等屋内只剩下游戏声时,我开门走了进去,脑海中一直回荡着他们说的话,终于,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,能教教我吗,是的,我妥协了,尽调啊,你明天不是要去图书馆吗,咱们舍得画实践和我们玩游戏了,要劳一结合吗,一直用功也不好,哈哈,你终于开窍了,来来来来,我教你,他们几个突然都变得非常热情,好像童话一个人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,这一晚是我第一次因为游戏通宵,渐渐的,我也开始变得沉迷游戏,一天到晚除了打游戏就是睡觉,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快不快乐,但是至少我不是另类了,直到有一天,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,是老妈打来的,金条,在学校里怎么样,还习惯吗,妈,我挺好的,没什么事,那就好, 你过得好我和你爸就放心了,你从小就要强,这次没考好,妈知道你心里难受,但爸妈没什么本事,也帮不上你什么,妈就怕你为了学习,再把身体累坏了,金条,听妈的,只要努力了就好,咱不管能不能考上研究生,最重要的是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, 母亲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,是啊,我是他们一辈子的期望,我曾发过誓要考到理想的学校读研究生的,我现在这是在做什么,这样的我还能考上曾经期望的学校吗,妈我知道了,我这里你不用担心,你和爸照顾好自己,挂断电话后,我陷入了沉思,我是应该为了合群而放弃学习,还是要坚持曾经的自己呢,答案显而易见,跟未来的一生相比, 现在不过短短的四年,不合群就不合群吧,我依然决然地卸载了游戏,在社友们不解的眼神中,重新走进了图书馆,我终于明白,一个人真正的成长,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,没必要为了所谓的合群而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,很庆幸,我守住了原本的自己,那天以后,我依然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,晚上也是最后一个回到宿舍,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承受孤独,或许现在社友会, 会笑话我,孤立我,但我相信,我的未来肯定是他们所羡慕,终于,我顺利地考上了曾经的理想院校,那一刻我感觉我的人生终于又回到了正轨,虽然我弄丢了四年的时间,时光荏苒,岁月如昨,几年后,我已经在一家外企公司上班了,年薪三十多万,我把父母也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,而当初我的那些社友都回到了老家,在一家工厂里上班,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 一个月才能拿到四千块,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,因为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,这个世界总是充满诱惑,但我们不必为了迎合他人,而放弃自己所追求的,一枪孤勇有何惧,单枪匹马又如何,只有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,才能迎来属于你的收获。